中国在隋唐之前,是没有科举制的 那时候人们想要做官,只有两个途径 自己的家族,就在朝廷里做官 然后自己的得到了硬币 然后也就能做官了 还有,就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官啊 买官,在中国古代的很多朝代,那都是合法的生意 政府没钱了就会卖官赚钱 当然这样的弊端,也会很严重的 普通的子弟,根本没办法做官 科举考试,就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普通孩子通过考试,也能够做大官 在科举考试中,状元,无疑是最受重视的 清朝末年的时候,四川曾经出现了一个,叫做洛成乡的状元 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 他便跟着自己的母亲改嫁 当然十分幸运的是,他的继父对他十分好 不但没有大骂他,反而还送他去读书 希望他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他从小聪明伶俐 读书的时候,彻底展现出了他的前置 老师和同学,都十分佩服他的才能 1893年的时候,他参加了清朝的科举考试 在乡试中就考中了举人 他依然不满足现状 继续努力读书 他的目标,就是能够考中状元 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学习 他又考中了进士 这样一来,他也获得了,参加殿士的资格 所谓的殿士,就是皇帝亲自兼考 这对于考生来说,绝对是天大的荣幸 要知道,那个时候普通老百姓,一辈子都见不到皇帝 不知道皇帝长什么样 洛成乡参加殿士时 主考官就是光绪皇帝 我们也都知道,光绪是一个比较悲惨的皇帝 那时候他虽然是皇帝 但是清朝的大权,实际上都在慈禧太后的手中 不过像是这种科举考试 还是要光绪亲自完成的 殿士的时候,洛成乡拿到了试题之后 便开始答题 他把自己的想的,全都写出来了 比如说,怎么样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等等 很快,洛成乡就完成了作答 但是他却有些不满意 他想到了光绪如今的遭遇 他也觉得,光绪实在是有些悲惨 于是便在试卷的最后,写上了八个大字 主忧陈汝,主汝陈死 当然有些人,认为这是他想要拍光绪的马屁 事实上这真是他的肺腑之言 光绪在批阅这些考生试卷的时候 就看到了洛成乡,写下的这八个字 他感慨万千 相信没有人能够知道,做傀儡皇帝的悲哀 一个考生,能够说出那些朝廷中,大臣不敢说的话 实在是让光绪很感动 他当即就钦定洛成乡为状元 但是因为慈禧的原因 光绪提拔的人,自然受不到重用 因此,洛成乡也一直默默无闻